才知道在知识的海洋里狗跑 电影《盗梦空间》中出现过这样一段楼梯 它首尾相连 没有最高处和最低处 如果你一直上楼梯 就会回到最开始的地方 如果你一直下楼梯 也同样会回到最初的位置 这段无限循环的楼梯 被称为彭罗斯阶梯 它乍看起来没什么不对 但只要你留心观察就会发现 它的结构并不合理 是典型的不可能图形 为什么有些图形能够欺骗眼睛 让人产生既和谐又矛盾的神奇体验呢 这跟人类的视觉认知过程有关 如果把人类的两只眼睛 比作两台同时工作的摄像机 那么视觉的形成 就相当于把两份图像 同时输入一台超级计算机中 需要经过合并处理 转化成三维图像 才能形成立体视觉 在这个过程中 大脑就是那台把各种感觉 升级成知觉的超级计算机 在利用视觉感官获得信息之后 知觉能够运用过往的经验 对物体的远近 形状 明暗进行判断 从而整理出一幅清晰的视觉空间 让我们可以在一瞬间 就理解到眼前看到的一切 不只是三维物体 屏幕 画纸 照片上的二维画面 也同样能形成立体感 因为虽然眼睛看不出 不同角度下的画面区别 但大脑还是会积极地加工产生知觉 通过二维图像的轮廓 透视 阴影等信息 强行构建出想象中的立体图形 比如此刻 你在屏幕里看到的这个图形 它在本质上是二维的 但你的大脑仍然会强迫 你想象这个立方块的三维结构 由于知觉的存在 人类拥有了出色的空间想象能力 但也正是因为如此 一旦遇上不按常理出牌的图形 人类出色的脑补能力 就会出现问题 以前面提到的彭罗斯阶梯为例 它是彭罗斯三角的变体 这类图形构造了一条循环路径 让图形的最高处和最低处 无法被人眼区分 并且模糊了距离上的远近高低 在只看图形的一部分的时候 你并不会感觉有什么问题 但如果观察整体 知觉就会创造出一个 并不存在的三维图形 让人怀疑自己是不是眼花了 内科尔立方体 施罗德阶梯 恶魔阴差 这些不可能图形 它们结构间的距离 阴影 还有凹凸的对应关系 线条所在的图形边界 同样不能在三维空间里实现 但你的知觉 仍然会饶有兴致地进行解析 非要创造出这些 不能在三维世界里存在的 不可能图形 有艺术家利用人脑的这种特性 创造出了令人惊叹的艺术作品 风靡一时的游戏 纪念碑谷 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这个充满视觉错觉 和维度转换的游戏 完美地展现了 不可能图形 蕴含的艺术性和独特魅力 说到这儿 就不得不提埃什尔这位艺术大师了 他把不可能图形 发挥到了极致 独特的创作风格 让他的作品成为了艺术经典 纪念碑谷中很多场景 就是对艾舌尔作品的模仿和致敬 艾舌尔的画作 也给很多数学家和哲学家 带来了启示 循环 分形 拓扑 在这些由不可能图形构成的画面中 你能看见另一种表现形式下的数学悖论 和另一种观察角度下的世界存在 从视觉欺骗 到知觉漏洞 从艺术经典 到科学启示 不可能图形在引起我们错觉的同时 也造就了艺术和科学相结合的美学典范 微信关注才知道 后台回复关键词 艾舌尔 可以获得电子版艾舌尔画作记忆套 你可以在微博 微信 喜马拉雅 B站等平台找到我们